香港文化博物館一樓中庭外掛了八幅清朝八位皇帝的畫像 有大約兩層樓那麼高,非常搶眼 為的就是配合博物館現在正舉行的其中一個大型展覽 《八代帝居故宮養心殿文物展》 顧名思義,展覽就是關於清朝八代君主的居所 即他們住的地方養心殿 養心殿本來是紫禁城裡面的一座殿羽 它不單是清朝八位皇帝的宮底正寢 亦是見證歷史和文化的舞台 因為養心殿不單是皇帝起居飲食的地方 而是他們辦事和意證的地方 今次展覽展出的殿內文文、陳設等皇室用戲 一共二百多件具代表性的展品 全部都是手持出宮面世 展覽更得分析不同的區域 將養心殿的重要地方 以場景圓狀展現的方式重現在大家眼前 當中包括皇帝接見大臣的正殿名間 慈禧太后垂廉聽證的東暖閣 雍正辦公的西暖閣 和乾隆鑑賞書畫的三禧堂等 其他區域就是介紹皇帝禮佛和宮廷日常喜居的用品 而且每件展品都有故事 這個展覽原場景重現 再加上當時珍貴密密的展出 參觀者可以說有如親歷其境 展覽由即日起至10月15日 賀馬連同香港歷史博物館 萬壽再得 清宮帝后誕辰慶典展覽的套票 又或者申請博物館通行證 還可以以優惠票價 甚至免費參觀展覽 機會難得萬物錯過 為了可以保留